哈嘍,大家好 話說上期視頻的評論下面 有不少同學在問川市大附近有少吃的 那今天買的數據在同學門前 川市大這邊的一個菜市場門口 吃一家叔叔過程覺得還不錯的豆花飯 好嘞好嘞 哦,豆花,你們這是豆花是特色的啊 豆花呢,炒菜就挺 要得要得 豆花有點祈願啊 嗯 7月 要個豆花嘛 好 炸菜是單做蒜的 對 在這吃10塊,再炸一個碟子 哦,在這吃10塊錢,再炸一個碟子 嗯 打包還是 就點吃 就吃完 然後我再加一個那個 魚香肉絲 要得 再炒個魚香肉絲 要得 魚香肉絲 魚香肉絲 這豆花 這個是,兩個不一樣嗎 不一樣的,這個樣子就煮了 哦,這個樣子就煮了 哦,這個樣子就煮了 哎呀,你這個再炸開,還是有個特色的啊 哦,四個樣子 四個樣子 四個樣子在這 四個樣子 四個樣子 在冬夜四個樣子 哦 哦 就是,香油啊 嗯 味道,味道都涼,你自己放下 要得,要得 好的 香肉絲 好 我自己端了 你给我端了 好了 现在看鱼香肉丝 它在这个单程出兵上 看坚持和用肉饭的一模一样 而初见一份 算是成都小关事的正常价格 不高又不低 分点还是可以 如果用的铃鸡肉上的酱 炒出来很冷 配菜是窩村树和木乌尔 这两样也是素素最喜欢的 火火也是非常好 双锤 然后跳尾 它加跳尾 百分之个人就对 相比用肉有果子而无不及 没有特意吐出某个味道 酱种帅口豆瓣酱用的也是恰到好处 T-S-R-E刚刚好 就在那个微妙的平衡点上 不过每个人对T-S-R-E的定义都不同 这也就是鱼香肉丝大炒的原因之一了 比如百分之个人就不喜欢用肉的 酸的刀鸭 尽然而言之 找大家适合自己口味的才最重要 在那豆花 他家的豆花是叔叔最近吃过的 不该说嘴派前三绝对没的问题 设计店里刚刚好 在这儿就是豆腐了 在到这儿就成老豆腐了 所以是用筷子哈人加的起来的 嘴嫩的那个类型 而且豆香味很足 基本上不用摘碎 空口吃都可以 完全不加醉磨的一点点苦味 连高脆都是清甜的 必须要大大的好评 吃到这个啊 老葡豆腐鲜的 真的就是18岁的周回迷惑王国初贤 然后他在这个摘碎本来是最期待的 结果撑到家最大的短板 其实本身嗨椒味道很香 虾辣酱的那个味道也很浓郁 撩一下的猪还放了花生口口 但是白酒摆在用的那个酱油身上 大口就是那种很劣质的酱油 喊得了大老口 其他所有的香味都到这个酱油灰灭了 明明刚刚老口的话才浮香脸片 结果专车就拿王初贤去 在这个焦汗的酱油水 把样子都不晓得该咋形容了 吃穷 所以啊 如果同学们有兴趣切吃这家怪子 最好自己打斩碎 如果不幸运 要和娘娘烧饭酱油最好不烦 切切 总的来说 他家超菜超出素素 逾期毒花本身质量也很高 就是那个斩碎太难崩了 好不 帮我打包 然后我再打包一个豆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喜欢素素的视频 还请同学们点赞投币分享 这对素素非常重要 感谢同学们 我们下期见